各位,四手座 也叫人馬座 我們香港人叫人馬座 OK 也叫人馬座的朋友,大家好 嗯 那,伴隨著這一個在雙子座的那個滿月呢 直到農曆的十一月尾的時候 就是我下一次出那個幸運的這一段日子裡面呢 那我們會有什麼的那個盡力呢? 其實就是說呢,我們不敢離開我們的那個Comfort Zone 就是我們的術席圈 我們的那個安全網 就是我們感到很安全的那個地方 我們不敢 我們不敢於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很害怕 我們想就是做我們喜歡我們很熟悉的東西 我們不想就是解出新的東西 對啦 那這個是塔羅講的 那如果我要從那個星星去看的話 那第一,就是說因為那個滿月在雙子中嘛 那它就是我們的對公 所以我們的那個情緒會有很多不穩定的那個因素 還有就是有一些爆發的現象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看 就是那個人 人狼 就是那個Wolf 它是什麼時候才變人狼的 就是滿月的時候對吧 所以就是滿月就是會影響到我們很多人的那個情緒 那第二個現象就是說呢 我們的那個守護星 那個主星 木星呢 它從那個入廟很強的能量 忽然之間 去了那個摩羯座 就是我們香港人我們也叫山羊座 是不是很暗 OK我坐遠一點 OK 它 所以它現在變得很虛弱 那同時在這個滿月的時候呢 它在摩羯座的二度 所以是一個我們叫我們叫一個出角度 是一個 嗯 未知的領 領 領活 這是一個我們不懂的 我們不熟悉的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會會感到很害怕 那如果你去 你還一直去繼續問 那我們是 在什麼的那個生活的那個什麼的地方 我們也會解除一些新的東西呢 那其實這是在我們工作的地方 因為我們可以看看第三個形象 就是說呢 木星 我們的主星 它現在在三分 在金牛座裡面 逆行的天王星 對啦 所以呢就是 我們的工作方面會有很多的變動 尤其是在這個滿月效應之下呢 我們在工作上面我們可能要 呃 呃 要聯絡一些新的人物 我們要做一些新的tasks 我們甚至我們要轉行 這是不是叫轉行 我們香港人文叫轉行 就是我們要轉變我們的行業 比如說你以前是做老師的 那現在你忽然之間你要做 呃 呃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一些 呃 破舊 立新的那個 現象 那所以大家要呃 注意一下 還有心理想 心理上面要有一個調整 那呃 不然的話你會覺得好害怕好害怕 那你說啊 呃 有沒有一些呃 即日有一些環境日子呢 那其實我就見不到 所以呢 既然我們沒有一些外在的那個伴助 我們最大的 呃 貴人就是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真的要 呃 先做一些心理方面的那個調整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那麼多事 不只能做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我手